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克里斯还是躺进了棺材里 随后她陷入了黑暗之中 并在恍惚中看到了康复的玛丽子 但当她睁开眼发现自己还在棺材里 惊恐的克里斯拍打棺木 可却无人应答 此时一张苍白的女人脸逼近了她 克里斯挣扎着推开棺材 却发现外面是一片荒野 她逃出棺材后看见一个白衣女子 想要上前却被弹开 再次醒来 她发现自己因幽闭恐惧症产生了幻觉而晕倒 此刻被送到了手术室 进行抢救 苏醒的克里斯找到了从昏迷中醒来的玛丽子 她很是开心 两人也在海边约定了终身 克里斯回屋为女友拿衣服的时候 白衣女鬼突然找上玛丽子 险些将其勒死 克里斯听到尖叫赶来 女鬼才暂且退走 女鬼出现之后 克里斯几乎每天都会从噩梦中惊醒 一个朋友表示 很可能是仪式的举办方 偷偷用了已经用过的棺材 导致她躺进了别人的地盘 才招此厄运 克里斯想起梦中出现的场景 找到了场景中的房子 没想到这里尽是一所停尸房 她一路追踪现身的白衣女鬼到地下室 发现抱着孩子的女鬼燃烧起来 扑向自己 好在值班的老伯听到动静 将其救下 克里斯问起老伯 最近是否火花过一对母子 老伯告诉她 有些人不愿离世 无法火花 她就把这种人埋葬起来 而其中确实包含一对母子 克里斯按老伯的指引 挖出了一大一小两个棺材 就在此时 玛丽子也跑到这里 无料却被女鬼拖进焚化炉里的棺材 千军一发之际 老伯听到响声返回 救下了玛丽子 并告诉克里斯 要再躺一次棺材 才能解除这些厄运 克里斯再次躺进了棺材里 当她醒来时 又来到了荒野 她发现白衣女鬼 竟是她的前女友 在背叛克里斯后生下孩子 又惨遭火灾 克里斯告诉对方 她对此很自责 前女友听完这番话之后 认为自己也有错 两人打开心结后 前女友消失了 几年后 香港女子阿苏来到泰国 做了躺冠仪式 当刮目盖上时 她在恍惚中 看到自己 走进了白马X光片的医院 仪式结束后 她却在乘车时 被一辆卡车撞飞 阿苏醒来后 看到闺蜜陪在病床旁边 医生告诉阿苏 她身上只是有一些轻微瘀伤 随后她得知 自己的癌细胞 竟然全部消失 身体康复的阿苏回到家中 看见男友出现在自己面前 两人正柔情面一时 阿苏却觉得男友有些异样 随后她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 得知男友在香港意外去世 阿苏大惊失色 如果电话里的消息是真的 那么自己眼前的男友是谁 她喊来闺蜜帮她确认 才发现只有自己 能看到男友的身影 悲痛万分的阿苏 回到了香港 参加男友的葬礼 结果看到男友 血淋淋地站在自己身后 而自己的订婚戒指 莫名掉落在了地上 阿苏绝望地猜测 男友的死与自己的康复有关 她从一名教授处得知 有人有过和她类似的经历 自己康复 但亲人遭殃 由此可见 躺关仪式只是转移厄运 得知真相的阿苏十分自责 抱着闺蜜大哭起来 她告诉闺蜜 自己躺在棺木里时就想过 得癌症的 为什么不是抽烟酗酒的男友 没想到导致男友惨死 几天后 在泰国的一处寺庙里 克里斯和阿苏相遇了 两人无意间聊起棺木仪式 阿苏问克里斯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克里斯表示 世间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 更何况 他们修改了命运 所以在第二次躺关之后 她的命运恢复正常 而玛丽子最终还是去世了 阿苏听后若有所思 随后她再次进行躺关仪式 并发现癌症又回到了自己身上 虽然她再也没有见到过男友 但她却不曾后悔 这个故事来自恐怖片《关木》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儿 喜欢我的亲 不要忘记关注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